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分享一個很舊味的 很大腦的東西 試招雞球 好送飯的 最近我在Facebook 設了一個 趁熱放毒鐵塘區 歡迎大家把自己的作品貼上去 漂亮不漂亮,不要緊 大家開心一下,拿來分享一下 連結在說明欄會有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現在已經有很多作品在上面 大言需要你的參與 看看今天的材料,很簡單 很容易買到 一塊 一塊雞扒 在冰箱裡解釋很冷 我們可以拿出來用水洗乾淨 普通的冰箱都可以買的 然後呢 很簡單 但不知煮什麼好 這些就適合了 洋蔥,青椒,紅椒,蒜頭,豆豉 豆豉洗乾淨 一湯匙,紅椒,青椒 這陣子不知為何特別喜歡吃這些 兩條青椒,一條紅椒就可以了 街市一定可以買的 現在都很便宜 10元一大宅 那 如果你不想用雞扒 雞肉也可以,沒問題 一樣做法 當然,有其他選擇 排骨,魚柳 明天才做 四分之一 左右的洋蔥 四分之一 然後呢 很隨意的 這樣去切去三角形 也可以,一片片也可以 如果買到紫洋蔥 用紫洋蔥會比較甜 買不到的就用白洋蔥 是蠻好送飯的 不是很辣 大條的青椒 大條的紅椒 大條的紅椒 大條的紅椒不是很辣 青椒也不是很辣 比較細條的辣 如果真的怕辣 你可以用燈籠椒 兩種顏色都可以用燈籠椒 我們先把裡面的洋蔥 先把裡面的洋蔥 也可以吃的 沒有所謂 我很多時候都吃完 然後把它切細去切角 這樣就比較好 再切一點 而且切這些椒 在肉那邊下刀 不要在皮那邊下刀 在皮那邊下刀 它會出水 一出水 就不耐用 吃得辣的 除了用紫洋蔥 你可以加少許 紫洋蔥下去 加幾條 其實辣一點 好吃的 因為有豆豉 有辣 這樣就很夠味 完成 蒜頭 蒜頭 很簡單 剝皮之後 壓 壓一壓 這樣就可以了 就算了 不用再切細 這樣它沒有那麼容易焦 簡單 我們放在碟上 就可以了 平時想不到煮什麼 很多時候 青椒 紅椒 洋蔥 放在冰箱裡 可以放很長時間 都沒事的 所以我家裡常常會有的 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煮 雞 雞扒肉 即是雞腿肉 一塊就夠了 因為你做了很多配菜 夠吃的了幾個人 我們盡量在肉那邊切下去 這樣會不會滲 因為有時候 你不知道刀夠不夠膩 在肉那邊放得比較穩 大粒一點 一塊雞扒 我們開到 十幾粒左右 這樣就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醃一醃 份量 我寫在燃光網上 基本上都是那些東西 很簡單的 調味 生抽和蠔油 這樣煎出來 會比較好看 它又夠味 有薑 你可以放少許薑汁 那些雞 就會更鮮 我忘了買薑 那些薑是用完了 所以我們就不放了 然後我們放一湯匙 再放一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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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粟粉 或者生粉 這樣會更滑 這樣就可以 拌勻就可以了 很快 熱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雞肉很快 即是好 有時候我們買雞扒 放在冰箱 拿來煮 很快 我們先燒熱鍋 先放一湯匙 先放少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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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煎雞 雞球 先煎香 先煎好 先煎好 煎熟 這次我會煎熟 煎熟 我們燒熱鍋 油有煙 先煎好 煎到兩邊有色 等一下會焗一焗 焗熱鍋 這個時候呢,我們保持中火 中火,我們煎香 煎到兩邊有色,等下我們會焗一焗,焗熟 現在已經有色了,煎到雞皮裡面,很帥 煎香 小心會有彈油的,不要緊要 你用鍋蓋放在前面,好像盾牌一樣 我們先煎兩邊 煎香就可以了,煎到有色就可以了 不需要煎脆的,等下我們會有些醬汁去煮 所以我們不會脆 接著我們可以快點的方法,我們蓋一蓋 焗一焗,稍微焗一焗 我們可以收慢一點點火 待會有可能有廣告,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廣告 一邊幫狗狗媽媽掃背 廚房,呼吸,騎樓逛逛 我們蓋的時候,是否繼續煎到下面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翻一翻去,很帥 顏色 煎到兩邊,等下我們可以再焗一焗 我們放少許酒下去,焗會快點 放少許酒下去 接著我們收慢火,蓋著它,焗三分鐘 基本上可以了,因為已經煎了兩邊就好吃了 它已經起碼了半生 再焗一會兒就熟了 三分鐘左右,我們把它拿出來 差不多了 你可以拿一塊出來試試 焗熟它,因為待會 最後的階段很少時間煮 我們洗一洗鑊 燒完一隻鑊,放少許油 鑊有煙,我們放少許油就可以了 我們炒一炒菜馬 先下豆豉 中至小火 我們慢慢炒香豆豉 豆豉已經洗乾淨了 只是隔了水,但還有點水 我們炒乾,炒香,逼出味道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把蒜頭放進去 炒香的蒜頭,炒到蒜頭表面有少許顏色就可以了 料頭已經香了,我們先把洋蔥放進去 炒軟去 如果不夠油的話,可以加點油 這個時候,我們開大火 開大火 慢慢炒 炒到,你會看到,你可以拿一塊出來吃 開始軟身的時候 我們把青紅椒放進去 這個時候很快就可以了 把洋蔥軟了,我們放青紅椒 不斷煮一煮,簡單煮一煮就可以了 不要煮太久,不好吃 炒,我們開大火炒去 放青紅椒,炒香一點 有些青紅椒的味道 你會聞到一些青紅椒的味道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放一點點水酒 放一點水酒 拋不到,不要緊 用鍋鏟或木筋撥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把雞球全部放進去 很快就吃了,我們先加一點水 起碼有一點醬汁 有些醬汁才會混合 我們放了一點水,開大火 然後我們放了 四分三湯匙的山抽和蠔油 就可以了 到時試一試味 甚至可以放一點糖 也可以 但通常我放了蠔油,我就不放糖 我不喜歡放那麼多糖 接著呢 拌勻去,接著我們埋個蜆 薄一點點,基本上已經可以吃了 很快 煎雞的時候,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不煎不香的 要煎一煎,吃的菜會香很多 接著我們埋少許蜆 稀稀的就可以了 有些醬汁有一點掛著 是一些菜和雞的表面 這樣就好吃了 吃得了 最後我們可以放少許麻油 都可以的 更香 送飯真的很棒 怎樣吃都好 如果吃得辣,放點子天椒 就更加棒了 雞熟了,肯定又香又滑 又沒有骨 沒有骨就好 小孩子和老人家都不穩 吃下去 麻煩你訂閱我 請訂閱我 訂閱是免費的 或者給我讚我 分享給朋友 很簡單一個 大家想不到煮什麼的時候 煮這個就最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我們要看 還有一集 請多點 打開 再一集 開箱 打開 請多點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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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